演唱會舞台沒有半個歌手在台上 台下卻有十幾頂帳篷 搶佔搖滾區第一排的位置 這群歌迷為了近距離追星 不惜冒者十度低溫 提前來卡位 禮拜四來的嗎 我們週四來的 因為想要站前面一點 可以看比較清楚 我們是想要看誰 歐總 中午12點飆來 我們現在是高中 不用上課嗎 上課上到一半 請假 請假 那是要看誰 要看歐總 喂喂喂 你可要保佑老師 沒看到廣大歌迷高舉姻緣首服 為了一睹男團原子少年歐總的風采 台南平安夜超熱鬧 在永華市鎮中心舉辦耶誕演唱會 邀請文青樂團告舞人和韓國女神薛美 早早就有人鋪好演餐店擺座椅卡位 就是昨天買的 為了薛美買的 原本想說就是要早一點來 然後來睡覺 然後這樣子 結果沒有起不來 然後就失敗了 我說就是遮太陽這樣子 人潮真的滿滿滿 台南白天還有19度 不少人拖到只剩博長袖 不過後外套可不敢人 因為晚上只剩11度 民眾戴上毛帽圍巾 還有重要的暖暖包 另外隔壁縣市高雄晚上也很熱鬧 夢時代對面的連鎖運動用品店 還特別開放頂樓 讓攝影腳架在至高點排排站 以夢時代煙火來講 應該至少有10年沒有煙火 看模擬煙火的感覺還不錯 高雄跨年煙火 平安夜將釋放1分鐘的高空焰火 不過這個月第二波寒流報導 平安夜會越晚越冷 中部以北及東北部最低溫只有6度 南部及花東則是10度到13度 週六日的清晨會最冷 民眾一定要注意保暖 預計下週一二才會漸漸回溫 TVBS新聞顧手艙埃昭賢 台南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